我覺得這趟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是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堅持一國兩制 還是中央對特區的獻祭項地位 在建立特區政府的季度上中央有四川 這一趟特別把港人治港的理念用在策略上去體現 就是讓行進立法的船不能落在損害國家的利益 損害香港的利益的人的手裡 作為原全國人大常委會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施 曾親身參與和推動了回歸初期的一國兩制事件 近日他在接受中心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這次完善選舉制度是中央政府經深思熟慮之後做出的決定 充分體現了中央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堅持 落實了中央全面管治權和愛國者治港原則 完善了香港對國家安全的責任 提及香港民主的發展 梁愛施表示不能以簡單的某個標準判斷民主是否進步 他強調只有一國兩制在正確的軌道上 香港的民主才能向前發展 一直以來香港的政治體制的協議 就是按照一國兩制的那個概念 要考慮到香港的法律地位 要兼顧各階層的領域 是和香港的辭職情況的發展一個民主制度 那過去幾年發生的事情呢 可以看到一國兩制是不是有九樣有變形呢 所以一定要把那個行進立法的那個權力呢 配置的很好 回到原來的那個軌道上 然後才能民主才能往前發展 梁愛施強調這次完善選舉制度 是對香港民主制度的優化 不是收窄或倒退 例如立法會議員由70名增至90名 選委由1200名增至1500名 他亦指出後者的組成更接近基層組織 讓整個選委會有更廣泛的代表性 其實選舉委員會他的權力是抗大了 除了那個選舉行進獎官以外呢 他要負責提名參審立法會的議員 還有選出立法會的90席裡面的40席 同時呢 他的人數也抗衷了 以前是1200人 現在是1500人 他們的那個組成呢 也是更廣泛的有代表性 各階層的人都會加進去 所以他是更有廣泛的代表性 立法會的意思也是增加了 從70增加到90 其中40是選舉委員會選出來的 意思就是他們更具廣泛的代表性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民主的優化 不是那個收窄或者是倒退 梁艾士表示 這些通過資格審查 和獲得選委提名的參選人的共同目標 是效忠服務國家和香港 不會損害國家和香港的利益 他們的理念一致 做起實事來 應會相互配合相互制衡 香港行政立法關係 將變得更加順暢 我覺得如果是行政機關 跟立法機關的成員 都是擁有資本法 效忠中外民共和國 香港的行政區 不會損害香港的利益 不會損害國家的利益的人 他們更能相互配合相互制衡 而且行政主黨更能充分的體現 而且這個也是改善特區的治理的能力